史诗集聚瓜来了 艾波斯坦罗里岛试案大名单被公布 试案人数超过170人 其中有150多位都是美英社会名流 那三军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讲完嘛 这条视频就先说一下 实锤证据最多的前三名 和大家最好奇的那几位 如果还不了解整个瓜的来龙其脉 可以去看我上一期视频 首先实锤最多的是艾伦德肖沃茨 中国网友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他 但是在美国中产当中 可谓是家喻户晓 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他是美国司法界的权威 被誉为美国法律的良心 更是提倡公民自由的倡导者 可以说是美国骨灰吉公之了 其他不知道 但是三军承认 他确实一直在践行自由的理念 在文件中 他被提及了137次 去罗里岛次数超过百次 排名第一 那排第二的是英国安德鲁王子 76次受害者女生朱芙儿提到 在01年3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当时他声称自己被贩卖给了安德鲁王子 并形容那是一段邪恶和非常可怕的时光 他需要满足该王子的所有需求 另一位女生约翰娜也声称 王子见他的第一面就惜胸 而且还拍了照 周围的人还一起放声大笑 可能是我对外国人的脸吗 我感觉这两位女生非常的像 那排名第三呢 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了 73次 那在受害者的证词中 艾波斯坦曾多次提到克林顿 说他就喜欢年轻的 受害者在岛上看到过克林顿50多次 有时还同时弯弄两个女孩 说他绝对是岛上的VIP中批 现在也是有不少妹妹在给他洗白 说这些文件都没有表明 他有过任何不当行为 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犯罪 这也是美国公知最爱的套路 如果你不能证明他有罪 那他就是无罪的 那确实没毛病 说不定克林顿不远千里 几十次飞到小脑上 只是为了晒太阳的 顺便提一嘴 另外一个前总统川普 去岛上次数有七次 但是案件受害人证词 对川普很有力 说他从未要求过为川普提供服务 估计是因为喜好不同吧 本以为是一片废墟的他 反而整一个出淤泥而不染 而颠覆人三观的 则是另一个前总统 是有着善男性女形象 积极健康的奥巴马夫妇 受害者声称 录像显示了 奥巴马夫妇与受害者发生了关系 注意是夫妇 这一下就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其实这个事想想还挺可怕的 原来美国老大不是什么总统 也不是国会法院 而是爱泼斯坦 而爱泼斯坦 又跟罗斯柴尔德等犹太人家族搭上线 然后犹太人在背后 在利用手里的证据 控制或者啰嗦 美国或欧洲的名人 无论是政界 商界 科技界 娱乐界 集中界 新闻界 只要是业界 翘楚 都给他拿下 怪不得这边的大佬 都不敢得罪犹太人 本来还想跟大家聊一聊 霍金 麦克尔 杰克逊等的细节 但是时常有限 点赞加关注 下一期视频见